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2年驻逐会计师会计基础班的内容 那下边我们看第二节调整事项的会计处理 既追处调整也追处调表 而且我既然追处调整追处调表 无需在付出中额外进行披露 总的原则是发生的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 别着急 再说一遍 跟上期有关的大事 我要调整上期的报表 应当调整报告年度资产负债表日的财务报表 那在调表之前 我是不是得做具体的账目处理 对 您还记得不记得资产负债类科目正常写 损益类科目要换成谁来征 以前年度随意调整 对 所以第一个涉及损益的事项 也就是跟利润表相关的会计科目 损益类科目 一定要换成以前年度随意调整科目来核算 最后以前年度随意调整就是终结点吗 不是 我要把以前年度随意调整在最后反向 我说的非常清楚 反向转到利润分贝 未分贝利润里边去 慢点 如果是会计政策变更 是不是直接一步到位用利润分贝 未分贝利润代替所有的随意类科目 对 而这我让你用以前年度随意调整 代替所有的随意类科目 最后反向 转到利润分贝 未分贝利润里边去 等于多了一个步骤 而且转到利润分贝 未分贝利润里边去 它可能使利润分贝增加 可能使利润分贝减少 我是不是就要调什么 利润分贝变了 我就要调盈余攻击 利润分贝增加 我就调增盈余攻击 利润分贝减少 我就调减盈余攻击 对应科目是不是还是利润分贝 未分贝利润 没错 如果不涉及随意 那就是我们所说 跟随意类科目没关系 或者跟利润分配的事项没关系 那不就是资产来负债类科目吗 我们就正常写 该调哪个科目 调哪个科目就行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前三个基本原则 后边是追逐条表 我以后再给大家说 在这我提示大家一件事 我们资产负债表 日后事项 有可能涉及到当期所得税的调整 有可能涉及到地盐所得税的调整 该调什么调什么 我不怕麻烦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 会计政策变更 通常不涉及当期所得税的调整 它有可能涉及地盐所得税的调整 我是这么告诉你的吧 因为在会计上 我们认为会计政策变更 是一种会计上的瞎折腾 跟税法没关系 不涉及当期所得税的调整 但可能涉及到地盐所得税的调整 而我们所说的前期重大差错的更正 有可能涉及到当期所得税的调整 有可能涉及到地盐所得税的调整 均有可能 而这日后调整事项 也可能涉及到当期所得税 也可能涉及到地盐所得税 如果要涉及到当期所得税的调整 你一定要掌握几个原则 第一 这是税法允许您调整的 才可能涉及到当期所得税的调整 另外 你如果要调当期所得税 一定在所得税汇算清缴前 比如说我现在要编2021年的保标 你要来的一条2021年的当期所得税 一定是在报告年度2021年所得税汇算清缴前 你才能来得及调报告年度的应纳税 报告年度的应纳所得税水额 一定是税法允许 一定是汇算清缴前 如果这件事已经晚了很长时间 黄花菜都凉了 您是在所得税汇算清缴之后发现的 我们可能需要调整本年度 也就是2022年 也就是报告年度四年的应纳所得税水额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涉及地研所得税 我们均调整 报告年度 地研所得税就没有 所得税汇算清缴前 所得税汇算清缴后 都调报告年度 不怕麻烦再说一遍 如果你要调当期所得税 一定是税法先得允许扣除 有人说什么税法不允许扣除 您问我呢 预期班里边最后三讲 我就给您老人家讲过这个内容 比如说坏账准备 存货贴价准备 这些税法就不允许扣除 哪怕你是在所得税汇算清缴前 你也只能给我调地研所得税 而如果你税法允许扣除 比如说销售退回 我又在所得税汇算清缴前 我就来得及调当期所得税 是这个意思 剩下的地研所得税 肯定都调报告年度了 这个没什么特殊说的 这是追溯条账 我想我就说清楚了 那么追溯条表 先说基本原则 我们同时除了上书账务处理之外 还要调整财务报表的数据 先说2021年的报表 2021年号称什么 报告年度 你一定要追溯调整 报告年度2021年12月31日 编制的财务报表的期末数 这肯定是资产负债表 或者是2021年的本年发生数 这肯定是利润表 另外大家想一想 你把你2021年的报表给调了 是不是报告年度的次年 2022年 也就是本年度编制的报表的期术数 和上年数要跟着调 没什么争议 如果上述调整 涉及报表辅助的 也应该做出相应调整 这就是追溯条表的基本原则 既要追溯调账也要追溯调表 咋调 不可能空凭着这一句话一说 你就明白 我们直接看标题二 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 在这他做了一些假定 我们教台讲了一些理题 他明确的告诉你 我财务报告的批准报处日都是次年的4月30号 也就是日后事项的涵盖期间 是次年的1月1日到4月30 整整四个月的时间都是日后事项的涵盖期间 所得税税率永远是25% 按净例的10%提取法定盈余攻击 提取法定盈余攻击之后 不再做其他分贝 我不提取任盈余攻击 调整施价按税法规定 均可调整应纳的所得税 如果你是税法允许调整的 你又在所得税汇算轻较前 是不是调当期所得税 没错 实际这个前提是假定符合税法规定 我们后边有一道题是 坏上准备税法不允许调 哪怕你在汇算轻较前 也不能调当期所得税 涉及地盐所得税资产的 均假定未来期间 很可能取得用于抵扣 可抵扣再实行差异的 应纳税所得额 就是如果你要确认 地盐所得税资产 你可以踏踏实实的确认 我未来赚的钱足够 第四个不考虑报表付出中有关现金流量表项目的调整 这就是他给的这么几个假定 说完了他把这四类调整事项挨个给你举的例子 他没举的我给你举了 我们看第一个 资产负债表日后诉讼案件结案 不怕麻烦 你是在报告年度就让人给告了 在画阴影的时间段 法院判决了 这就叫日后的诉讼案件结案 法院判决证实了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已经存在的现实义务 你可能在报告年度已经确认了预计负债 或者你认为没有满足确认条件 没确认预计负债 但是法院判决的数字 跟你当时确认预计负债之间有差额 我需要调整原先确认的与该诉讼案件相关的预计负债 或确认一项新的负债 这就叫跟上期有关的大事 叫调整事项 没了 我们直接看第25纲4 假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一项销售合同 合同中定明假公司应该在2016年8月 销售给乙公司一批货物 由于假公司未能按合同发货 致使乙公司发生重大经济损失 2016年12月画个图 2016年给个词报告年度 致使乙公司将假公司告上法庭 要求假公司赔偿450万 你要我求我赔偿多少 我就给你多少 美的你 我会根据我的情况确定 我应该确认的预计负债 2016年12月31日 法院尚未判决 假公司按照货有事项准则 对该诉讼事项确认了预计负债300万 您能给我想象这300万在2016年的分路是什么 借营野外支出300万 但预计负债300万 没问题 没问题吧 没问题 如果我将来在画阴影的时间段 2017年4月30日之前 法院判决了 这不就叫跟上期有关的大事吗 调整实际 往下看 2017年2月10日 经法院判决假公司应赔偿 乙公司400万 慢点 2017年2月10日 是不是在画阴影的时间段有了结论 对 你服气吗 假以双方均服从判决 那要服从判决 是不是 法院判决的数字 跟你原来确认数字有差异 对 我要追溯条赵 我要追溯条表 判决当日假公司向乙公司支付赔偿款400万 当天就支付了 假以两公司2016年所得罪汇算清缴 均在2017年3月20日完成慢点 我是2月10日这件事判决的 您的汇算清缴在3月20日完成 是不是肯定是在汇算清缴前有了结论 对 那税法允许扣除吗 允许 因为他说假定该向预计负债产生的损失 不允许在预计时税前扣除 有人说你不是说允许扣除 我是说你作为预计负债的时候 不允许税前扣除 但是2月10日法院判决了 在损失实际发生时允许税前扣除 能问您一句话吗 我允许税前扣除的金额是多少 法院判决的400 别错了 是法院判决的400 好 该说的都说完了 我们教材把这个分路先复杂了 真正的分路 我先给你写一下 大家想一件事 如果在2017年2月10日法院判决了 我服气的情况下 这400万我应该把它叫做什么 其他应付款400万 法院没判决是要预计负债 法院判决了 是不是应该改名叫其他应付款 前级条件 您老人家服气 不打算上诉 没错 要打算上诉 继续叫预计负债 然后既然其他应付款有了 你这预计负债300万 是不是就不应该有了 对 那么借预计负债300万 你会发现中间有一百万的差额在借封 这一百万是什么 是我额外或者说我当年少确认的赔偿款 本来该写营业外支出 但是因为它属于资产负债表 日后事项的调整事项 我们要用以前年度随意调整代替 营业外支出 实际第一笔分路是这个 但我们教材怎么写的 先把这预计负债300万 改名叫其他应付款 然后他在这儿又补了一个多少 他在这儿又补了一个一百万 其他应付款 没必要 我就直接把预计负债300万给他销掉 补一个以前年度随意调整 营业外支出100万 带其他应付款 100加上300不是400万 所以我建议大家写这笔分路 这是第一个 另外 您当年作为预计负债的时候 您是不是曾经确认了 地盐所得税资产 没错 您当时确认了预计负债是300万 账面价值300 而计税基础对于负债来说是账面价值减 未来抵扣金额 未来抵扣金额 这300万如果法院判决了能抵扣吗 能 所以未来抵扣金额是300 计税基础是零 说明你曾经判定它产生了可抵扣 再实行差异 您曾经确认了地盐所得税资产 而现在您的预计负债已经改名了 没有预计负债 当然不应该有地盐所得税资产 就要把你曾经确认的300万对应的25%的 地盐所得税资产反向转回 那就是贷地盐所得税资产 300万乘以25%的期数 计划能写所得税费用不能 所有的随意类科目都要换成 以前年度随意调整期数 没了 这等于是把预计负债给它反向充减了 把跟预计负债有关的地盐所得税资产反向充减了 另外 我这件事说法允许不允许扣除 允许扣除多少 400万 因为我税法允许扣除 我又在所得税汇算清缴前 是不是我要充减一个应交税费 应交所得税 400万乘以25% 代方 本来该写所得税费用 对不起 随意类科目用以前年度随意调整代替 那就是充减应交所得税是100万 对吧 但我们教材不这么写的 先把300万的25%充减了 又把100万的25%充减 没意义 你还不如直接充减一个400万的25% 那有人说老师您把我讲糊涂了 实际我们真正要做的分路 第一 把预计负债的300万改名叫其他应付款 同时补一个100万的差额 以前年度随意调整代替营以外支出 第二 这400万是允许充减当期所得税的 这是第二笔分路 第三笔分路是把你因为预计负债曾经确认的地盐所得税资产 给它反向充减 没有预计负债 当然没有我们所说的什么地盐所得税资产 然后其他的就没了 他不告诉你当天就支付这400万吗 那就是借其他应付款400万 带银行存款400万 这笔分路就算做完了 但我提示大家一下 前边的这些分路都可以追溯调整2021年的报表 但是涉及货币资金的分路 不允许追溯调整2021年的报表 啥意思 就是这笔分路 花钱的这笔分路 一定要视为2022年新发生的业务 貌似我现在结合这道题 我一定视为这件事是20某7年新发生的业务 应该反映在20某7年的报表中 而不是追溯调整20某6年的报表 跟货币资金有关的分路 不追溯调整报告年度的报表 直接放在本年度20某7年 不调20某6年 在这笔分路之前的这些分路 都调20某6年的报表 这是追溯调整说法了 那么是不是已经就全部结束 没有 您最后一定要给我画个金字账 谁啊 以前年度随意调整 我要反向转到哪去 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这有一个借以前年度随意调整100 这有个代以前年度随意调整100 咱先把它过在钉子帐上 借方100 代方100 这有一个借以前年度随意调整多少 75 那么还有吗 没了 最后算出的差额是借方75 反向画个问号 那就是代以前年度随意调整75 对吧 对 转到哪去 转到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里边 结束了 没有 别忘了调盈余攻击 利润分配怎么了 减少了 减少了 利润分配少了 谁跟着减少 盈余攻击跟着减少 盈余攻击是所有者权益类科目减少计乃放 借放 所以75万乘以10% 您告诉我 除了提取法令盈余攻击 别的都不提 这是75,000 代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75,000 没了 那么这是追溯调账 追溯调表 我要调整报告年度的报表 也就是明明是20某7年判决的 我要调20某6年的报表 首先我20某6年资产负债表的项目年末数 明明是20某7年判决 我就要调20某6年的报表 记得不记得 调减地盐所得税资产75 您要忘了我给您看看 在这儿 调减地盐所得税资产75 然后调增其他应付款是400 预计负债有300 以前年度水调整有100 代其他应付款400 调减应交税费 不就是当期所得税那400的25%吗 调减预计负债改名了 改名叫其他应付款300 调减应于公积在这儿7.5 那么调减未分配利润是多少 咱可以简单的画个金字账 这儿有个借方的未分配利润是多少 是75 多么诡异有画的金字账没有了 借方有个75 代方有个7.5 差额是借方的6 是7.5 未分配利润是所有者全一类科目 在借方表示减少 减少75减7.5 不得6是7.5吗 没了 这是调整20某6年的期末数 你20某6年的期末数要变了 20某7年的数据 是不是自动就跟着变 对 另外我利润表要调整的项目 实际上预计负债300万 以兼年度水调 代替盈利外支出100万 代其他应付款400 我调整盈利外支出100 调减所得税费用25 有人说这25哪来的 咱们捋一下顺序不就行了吗 大家想一下 你这代替盐所得税资产师 是不是借以前年度水调整 所得税费用是借方有个75 对 借方有个75 这代方有个100 那最后不就等于是 差额出现在代方25吗 所以我调减所得税费用25 调减净利润不就是这俩的差额75吗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项目 我调减净利润75来自于这 调减盈于攻击以来是7.5 调减未分配利润 前面都用过这个数 67.5 那么这些表调完了 我们该调的就调完了 20某6年的期末数要变了 是不是自动超到20某7年的期初数就变了 对 你20某7年往后编数据 以调整后的期初数往后再编报表 不就可以了 这是被告 我们就说完了 然后再说原告 假如说原告从来没做分路 那么原告等法院判决直接做了个借其他应收款400万 贷方本来该写营业外收入400万 对不起 所有的损益类科目都用以前年度损益调整来代替 那么这400万对于您老人来加来说是收益 你要增加当期所得税 所以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100万 借方本来该写锁的费用 要换成以前年度随意调整100万 写完之后结束了吗 没有 以前年度随意调整代方有个400 借方有个100 如果你画一个以前年度随意调整的丁字账 你算出的差额是代方300 反向画问号转到哪去 转到我们所说的借方 借以前年度随意调整300 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300 慢点 这是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全一类科目在贷方表示增加 利润分配增加谁跟着增加 盈于公计 300万的10%30万 借方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能问两句话吗 第一 我的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还有多少 最初是贷方的300 这儿充减了一个借方30 贷方还有270 贷方对利润分配而言表示增加 第二个问题 如果我收到了这400万借银行增款400 借加营收款400 涉及货币资金的分路 不追溯调整 别错了就可以了 不追溯调表 这就是我要给大家说明的内容 站在已公司原告的角度 他也要调整206年报告年度的报表 资产负债表的项目直接调增其他营收款400 调增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100 调增盈余公计在这30 调增未分配利润多少 270 这我不给你展示出是270 没错 而利润表项目调增盈100 收入400 调增所得税费用 所得税费用在哪呢 您这不是记提了100万的当期所得税 借方用以前年度随意调整 代替了所得税费用 你做分路是以前年度随意调整 但我调206年的报表 直接调增的就是所得税费用 然后还有调增净利润300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调增净利润300 提取营业公计30 未分配利润调增270 这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第一类调整事项 我就说完了 那下边我们看括号 资产负债表日后取得确凿证据 表明某项资产在资产负债表日后发生了减值 也就是说206年有了不好的迹象 207年你果然破产清算了 就指的是这种情况 或者需要调整该项资产原先确认的减值金额 我们直接看一道补充例题 甲公司2021年6月销售给乙公司一批物资 货款是200万含增值税 所有的债权债务在前面学 第20章第21章物时 我们就知道都是含增值税的 乙公司于7月份收到所够的物资 并验收入库按合同规定 乙公司应于收到所够物资后三个月内付款 由于乙公司财务状况不见 站在2021年12月31日的角度 我已经知道情况不妙 如果后来法院宣告破产了 这就叫跟上期有关的大事 到2021年12月31日仍被付款 甲公司于2021年12月31日 按照预期信用损失网 为该项应收账款 记提坏账准备10万 我的账面余额本来是200 我现在提了10万的坏账准备 我账面价值还有多少 好往下看 2022年12月31日 资产负债表上 别说2022年是2021年12月31日 资产负债表上 应收账款的金额是400万 有人说你不说190怎么变成400 您糊涂了 我只把这东西卖给这一家 只有这一项应收账款 那可未必 其中190万为该项应收账款 他说贾公司于2022年的 在换应的时间段 所得税汇算轻较钱 也就是2月3日 收到人民法院通知 果然已公司宣告破产了 无力偿还所欠的部分货款 贾公司预计可收回应收账款的60% 200万我只能收回60% 那就有40%收补回来 我应该计提80万的坏账准备 可是我原来已经计提了10万 我就应该再补提70万的坏账准备 好 这明明是2021年 觉得情况不妙 在特定的时间段 法院宣告破产 这是不是叫跟上期有关的大事 对 这是不是叫调整事项 对 那么我们先补提这70万的坏账准备 所以补提坏账准备的时候 本来应该借信用减值损失 但我用以前年度随意调整代替 借以前年度随意调整 所有的随意类科目都用以前年度随意调整代替 70万 但坏账准备 70万 我补提了70万的坏账准备 是不是 如果我假设应收账款的账面价值跟计税基础相等 我补提了70万的坏账准备导致账面价值减小70 对 这是什么 应收账款 这是什么 资产 把资产的账面价值看成收入 计税基础看成成本 收入小成本大算出的利润是负的 负的可抵扣差异 我要确认递严所得税资产 70万乘以25% 得到17万5 代方 我本来该写所得是费用 能写吗 不能 我要用以前年度随意调整 带起所有的随意类科目 结束了吗 没有 然后画个以前年度随意调整的钉字账 这有一个借方的以前年度的随意调整 70万 再个代方的以前年度随意调整 17万5 我算出的差额是借方的52万5千 相反的方向划算后 那不就应该代以前年度随意调整52万5千 借利润分配为分配利润52万5千吗 对 那借利润分配为分配利润说明使利润分配减少 谁跟着减少盈余攻击啊 所以借盈余攻击52万5千乘以10%是52500 带利润分配为分配利润52500 您能告诉我利润分配为分配利润还有多少吗 可以啊 当时占有一个借方的52500 这有个代方的52500 能不能告诉我差额是多少 52500-52500 差额是472500 利润分配是什么类科目 所有者权益类科目在借方表示什么 减少 没了 那么最后我还是要调整报告年度 我们现在所说的报告年度是2021年 这是我补充的例题 我资产负债表的项目要调减应收账款70万 应收老师你不是补提了坏账准备 你糊涂了 坏账准备是会计科目 可不是报表项目 我资产负债表的报表项目是应收账款 补提坏账准备不是导致应收账款的账面价值减小70万 所以这调减70万 另外调增地盐所得税资产在这的17万5 还有调减盈余攻击 盈余攻击在借方表示减少要52500 还调减未分费利润472500 资产负债表的项目完事了 而利润表项目的调整是调增信用减值损失 虽然我做账的时候 我用的是以前年度水平调整 代替了信用减值损失 但是我真正调2021年的表 我正常的调项目 所以我们调增信用减值损失70万 调减所得税费用是多少 调减所得税费用是17万5 还有调减净利润 不就这俩的差额525000吗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调减净利润525000 提取盈余攻击 调减525000 被分费利润调减4725000 实际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第二类 那下边我们看块三 资产负债表日后进一步确定了 资产负债表日前购入资产的成本 或者售出资产的收入 比如说 我资产负债表日上期卖出东西了 我在画阴影的时间段退回了 比如说我购入的资产原来按赞估价值入账 画阴影的时间段有了工程竣工结算 我要按实际价值去调整 这都属于第三类 在这我必须给大家明确一句话 我们资产负债表日后发生的销售退回 既包括报告年度或者报告中期销售的商品 在资产负债表日后发生了销售退回 也包括以前期间销售的商品 在资产负债表日后发生销售退回 比如说你现在编2021年的报表 画阴影的时间段是日后事项的涵盖期间 它表达的意思是 你既包括2021年卖的东西在画阴影的时间段退回了 也包括以前年度卖的东西在画阴影的时间段退回了 没了 那我们先看第一 涉及报告年度所属期间的销售退回 我们专门研究你是在报告年度卖的东西 但是在画阴影的时间段退回了 发生于该企业报告年度会算清缴前 销售退回 第一税法承认 第二在所得税汇算清缴前 说明可以调当期所得税 所以我要调报告年度利润表当中的收入成本 并相应调整报告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 以及报告年度的应缴的所得税 没了 我们直接看例25.5 他说甲公司2016年11月8日销售一批商品给乙公司 2016年我卖东西 这叫报告年度 如果在画阴影的时间段退回了 这就叫跟上期有关的大事叫调整实项 他说取得收入120万 不含税增值税税率13% 甲公司发出商品以后 按照正常情况已确认收入120万 并接转成本100万 今年我们教材在这加了一句话 假定该公司销售商品不复退回条款 那就不用估计退货率呗 正常全额确认收入 2016年12月31日 该笔货款尚未收到 甲公司未对应收账款 计辑坏上准备 这就是一种假定的条件 2017年1月12日 慢点 2017年1月12日 由于产品质量问题 本批货物被退回 您不是2017年4月30日 是日后事项的涵盖期间的终止点吗 说明你这件事 就是落在换阴影的时间段范围内 那么本批货物被退回 这不就叫跟上期有关的大事吗 那我再看看 是不是在所得税会产清早前 甲公司约2017年2月28日 2月底完成2016年的汇算清早 你是1月12日退回的 而我2月28日完成汇算清早 在汇算清早前 税法又允许 那我可以调当期所得税 是这个意思 那么首先站在2017年1月12日的角度 所谓的销售退回 我一直在强调 不就等于市同为从未首出吗 既要重减收入 也要重减成本 充减收入 那就把收入减少 借主营业务收入120万 不对 所有的随移类科目 用以前年度随移调整代替 充减了收入 我就可以充减销项水额120万 乘以13%得15万6 贷方 因为我没收到钱 我充减应收账款 我要收到钱了 我充减什么 收到钱了 我充减银行存款 实际就是要给人的钱 我充减了收入 不还要充减成本吗 那就应该是贷 充减成本肯定使成本减少 贷主营业务成本 不行 所有的随移类科目 用以前年度随移调整代替 借方库存商品100万 结束了吗 没有 我充减我充减收入120万 我充减成本100万 等于我充减了利润多少 再问一遍 我充减了收入120万 充减了成本100万 等于我充减了利润多少 20 充减了利润会使当期所得税 怎么着减少 减少多少 就是减少20万的21% 借应交税费 应交所得税 5万 代方 我们用所得税费 对吗 不对 所有的随移类科目 一定要用以前年度随移调整 去代替 不论你写到当期所得税 还是写到地缘所得税 下一部分路 一定是把以前年度随移调整 反向接转 这儿有个借以前年度随移调整 120万 这儿有个代以前年度随移调整 100万 这儿还有一个代 以前年度随移调整 5万 差额是借方的 15万 您不是要反向调整吗 问号发的代方 代以前年度随移调整 15万 借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15万 结束了吗 没有 充减了利润分配 所有者全一类科目 在借方表示减少 充减了利润分配 跟着就要充减 盈余公积 15万的 10%的 15 代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15 至于说调整相关的财务报表 我就不再给大家单说了 都是资产负债表调哪些 利润表哪些 然后所有者全一变动表调哪些 没意义 不再说了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 如果你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当中涉及报告年度 缩手期间的销售腿回 发生于报告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之后 那对不起 来得及调当期所得税来不及 那么我们只要调整报告年度收入成本费用等就可以了 但是税法归应的所得税只能作为本年度的纳税调整实项 这块内容不去深究 大概知道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儿我想给大家讲一个2020年的综合题 当然我只是截取了一部分 就是赞孤入账的这种情况 他说假公司20某8年的财务报表给个词 我们应该把它称之为是报告年度 那么财务报表经董事会批准于20某9年3月15日 批准报出准确的说 但是有时我们出题没有那么严谨 你就把它理解为是日后事项的涵盖期间的结枝点 他说假公司月20某8年财务报表相关的交易事项如下 20某9年1月26日 看一下是不是在1月1日到3月15日之间 对 这个期间发生的事肯定是日后事项 假公司的办公楼完成竣工决算手续 实际成本是6万8 那么上述办公楼已于20某7年12月28日完工 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慢点 我20某7年12月28日要完工 当月增加的固定资产下月提折旧 说明我是从20某8年开始提折旧 说明我20某8年提了一年的折旧 那么假公司按预算金额6万2暂估入账 该办公楼使用年限50年 预计竞参值为零 年限平均法提折旧 按暂估价值入账 咱们是不是就应该正常的提一年的折旧 用暂估价值6万2除以50提一年的折旧 对吧 20某8年开始提折旧 到了20某9年1月26日 有了最终的实际竣工决算金额 这是不是叫跟上期有关的大事 对 这是不是调整事项 是 那么要求判断假公司完成板工楼竣工 决算手续的事项 是否是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 是 有时候老是不对 这不是20某7年12月28日完工 并达到预定可省状态 你是20某8年开始提折旧的 肯定在特定时间段叫调整事项 我们要调什么 暂估价值不调什么 以计题的折旧 并说明理由 如为调整事项 计算固定资产在20某8年12月31日 资产负案表中列示了金额 编制调整20某8年财务报表的会计分路 第一 假公司办公楼 进屋决算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的调整事项 理由 这个不就是我让您背下来的定义 该事项在资产负债表日已经存在 日后根据最新的情况发生变化 所以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的调整事项 那么将来的处理原则就是按照竣工决算的实际成本 调整 原资产负债的金额 但不调整原以计题的折旧金额 我说过这属于会计估计变更 既往不就 那么将来他还让你算20某8年12月31日应列示的金额 本来我真真正正的金额应该是六万二 减去六万二除以五十年 我20某8年不就提了一年的折旧吗 而您现在告诉我 真真正正的实际金额是六万八 我是不是原值要加上一个六千变成六万八 但是调不调以计题的折旧 不调 折旧还是六万二除以五十 所以就变成了六万八 减去六万二除以五十 得到六六七六零 调原值不调折旧 千万别错 那最后调整分路 就是把这六千给它补上 借固定资产六千 比如说这个钱你没给 就是贷应付账款六千 如果给了呢 贷应付账款六千 你是先进入决算后给钱 购买固定资产花的钱 不应该是应付账款吗 没了 就这么多 这道题是我们2020年的综合题 我截取了一部分 给大家讲一下 到这为止 第二节的内容全部结束 那么第三节 非调整事项的会计处理 那先看第一个标题 非调整事项的处理原则 资产负债表日后发生的 非调整事项 是表明完全是资产负债表日后发生的情况的事项 与资产负债表日存在状况无关 不应当调整资产负债表日的财务报表 既不追溯调账 也不追溯调表 但是非调整事项对财务报告使用者具有重大影响 如果不加以说明不利于财务报表使用者做出正确的估计和决策 因此应该在辅助中遇什么披露 是在谁的辅助中 是在报告年度 你编哪年的报表就在哪年报表的付诸中进行披露 那么标题二 非调整事项的具体会计处理原则 我们要在报告年度的付诸中披露 每项重要的非调整事项的性质内容 以及其对财务状况经成果的影响 无法做出估计的应当说明什么原因 不用再说了 非调整事项完全是跟上期无关的大事 完全是新发生的大事 我们要在报告年度的付诸中进行披露 在这我提示大家两句话 其实第一句话 我们在债务重组那章已经讲过了 就是对于在报告期资产付代表日 已经存在的债务 比如说我现在编2021年的报表 我叫应收账款 你叫应付账款 已经有这个债务了 但是我是在资产付代表日后的事项期间 画阴影的时间段 我跟债权人达成的债务重组事项 记住了 我们把它视为新发生的大事 它不属于调整事项 换个词 它属于非调整事项 它绝对不能追溯调整2021年的报表 哪怕我是在2021年存在债务 但是这件事成真了 债务重组成真了 是在画阴影的时间段 我们一定要把它视为非调整 实际 在报告期的资产负债表中 债务重组涉及的相关负债 应该仍然按照达成债务重组协议前的约定 进行确认和计量 2021年以该反映债权反映债权 该反映债务反映债务 2022年如果在画阴影的时间段发生了这件事 我们正常的作为本年度事项 但我可能在2021年的报表付诸中进行披露 我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第二个是2022年新增的内容 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这两段文字 我给你解释一下 你能懂就行了 如果写于资产负债表日 对金融资产 既提了损失准备 比如说 我编2021年的报表 我既提了 假如说贷款损失准备 那么资产负债表日至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之间 该笔金融资产到期并全额收回 本来我既提了贷款损失准备 可是在画阴影的时间段全部收回了 你敢不敢说我原来既提的贷款损失准备就错了 不敢 他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对于这种情况 我在资产负债表日后终止确认金融资产 贷款你收回了 肯定要终止确认贷 贷款 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完全新发生的事项 是非调整事项 跟你原来2021年 G级的贷款损失准备 没啥关系 如果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 考虑了所有合理 且有依据的信息 以采用预期性损失法基于有关过去的事项 当前的状况 以及未来经济状况 预测 既提了性减值准备 不能仅因资产负债表日后交易情况 认为以既提的减值准备不合理 并进而调整资产负债表日的财务报表 他要表达的意思是我2021年 我既提贷款损失准备的是我所有该预计的信息都依据了 我所有依据的信息都是正确的 哪怕你在画阴影的时间段全部收回了 已经点都没有损失收回 我也不能认为是错 也不能直接调2021年的报表 这就是这段文字要表达的内容 这是2022年新增的一段文字 能知道就可以了 讲到这儿 第25章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内容 就给大家讲完了 不怕麻烦 稍微说一下 如果我要编2021年的报表 从2021年12月31日的次日 也就是2022年1月1日到2022年3月1日 这段时间叫日后事项的涵盖期间 这个3月1日是财务报表的批报日 也就是批准对外报出的日期 而不是实际对外报出的日期 如果你财务报表经过再次批准报出 那么终止点应该是再次批报日 我们调整事项一定是2021年 已让人给告了 但是画阴影的时间段 法院判决了 2021年已已经确认了收入截转了成本 画阴影的时间段销售退回了 2021年已按暂估金额 既提了折旧2022年工程竣工决算了 这些都属于调整事项 还有2021年 你已经知道债务人情况不妙 既提了坏账准备 画阴影的时间段 法院宣告破产清算了 这些都要跟上期有关的大事 既要追溯调账 也要追溯调表 我们追溯调账的是资产负债类科目正常写 损益类科目要换成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追溯调表就不用再说了 还有一类叫非调整事项 跟2021年没有一毛钱关系 完全是在画阴影的时间段 法院判决的 完全是在画阴影的时间段 法院判决的 那么我既不追溯调账 也不追溯调表 明明是2022年发生的大事 但我要在2021年报告年度的付诸中进行披露 就可以了 大概会就可以了 在这我提示一下 大家会发现 我在这没有讲什么补充例题 因为我还是想把基础班的可视压缩一下 剩下的内容 我会在CT班里面给大家讲解 我不怕麻烦 我再说一遍 前期重大会计查错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调整事项 将来如果站在你企业的角度 所有的损益类科目 你都应该用以前年度损益调整代替 而站在我住的惯调师的角度 如果考试时 他要说 无需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来核算 你就正常的随意类科目 正常写就可以了 我想我就说清楚了 那好 讲到这第25章的内容就讲完了 最后送大家一句话 当世界给草子中压时 他总会用自己的方式破头而出 你要想破茧重生 你要想成为高档上的众多怪解师 抗压是你首先要过的一关 努力坚持住 已经第25章了 我们还有5章30章就结束了 那好 这一讲我就讲到这儿 这一章我就讲到这儿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